走6公里耶 可是這邊行人很難走耶 對於已經被30公里摧殘多天的我 這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 很久之前我們就已經在附近快要到了 但走了很久之後我們還是一直沒有抵達 你們看我今天來坐誰家 是妮娜 哇 他又出現了因為他今天休假超有益氣的 又來走一天 然後我剛剛早上研究一下地圖 有一件事情想要問 我之前有跟你說過我通常都是倒腳踏車路線 對 然後我今天倒腳踏車路線他就跟我說30公里 然後我換成行人走路線他跟我說24公里 你覺得我會選哪一個 應該會是腳踏車 我想選行人 你想選行人 少多公里 少6公里耶 可是這邊行人很難走耶 我們現在走到這個路口 然後被封起來 剛剛我們問了在這裡騎自行車的大哥 然後他跟我們說就是前面還有另外一個路口 可以上關渡大橋 好險我們差點就要爬過去了 真的 這裡真的有另外一個通道可以通往關渡大橋 哇這段其實蠻好走的耶 所以其實24公里還是有好走的路段 等一下等一下我收回這句話 全部都上坡了我的天啊 不要看 怎麼有辦法不看好累喔 又來走天橋了 對於已經被30公里摧殘多天的我 這是一件相當痛苦的事 走路三十八的泳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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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 現在是 有點傷在身上 但這樣看起來更像英雄 我們剛剛在路上撿到一張身份證 然後我們現在要拿去警察局換 不知道為什麼別人走在路上撿到都是錢 啊我撿到的是身份證 對 有準 那因為我們會直接拔房 插完它 插到它附近了你就會拔房 喔好 今天一直在不斷的回答你 因為台北的路就是上上下下有很多條 所以你很容易就是走錯不一樣的路 或者是你走錯之後就再接不回來 感覺就是很久之前我們就已經在附近快要到了耶 但走了很久之後我們還是一直沒有抵達 有點無奈 你這樣子就是 只有難得的一天休假 又出來走了二十五公里的感覺 是 我覺得還不錯啊 比上蠻好 我剛剛去買了那個 和飯糕 推薦給徒友們 不要再插爐蕙蕙了 我們這樣子長時間的鋪在太陽底下 我們要用的是湯山高 蘆蕙已經是 給那個 就是小小在太陽的 有 對我們來講已經沒有用了 請認明 不一定要這個牌子啦 湯山高就可以了 就是記得先冰敷 然後冰敷完 然後保持乾燥 然後湯 曾經再見 我們今天完成了二十五公里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在這邊 跟宥軒道別 因為他要搭捷運回家了 天啊 我們現在在捷運站 然後他想說 來研究一下怎麼搭好了 既然都是搭捷運 應該很方便 然後我們剛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亞東醫院站 然後他要搭到台北車站 去轉紅線 醉到淡水 我真的很小 很崩潰 坐這麼久欸 你 你會不會要大一個小時 才會熱了家 應該要 對應該要 好啊 要去坐車 你們看我今天來住誰家 是妮娜 謝謝 而且他家也太豪華了吧 我覺得根本就是高級民宿啊 我怎麼會 走進高級民宿啊 而且我覺得最高級的就是有那兩隻貓 哈囉 超可愛的 嗨 在哪個縣市遇到的人最熱情 然後我問到現在 目前為止 帳範 每一個人都有講到帳範 他們都用單鐵聲音在幫你加油 對 然後去拜拜的阿姨就會給你那個水 對 會塞椅照 髒話的人超好 很熱情 真的 沒話說真的 真的 對 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還是強迫症發作 我就覺得 大家問我問題一定要回答這樣子 然後 我明明就不是那樣想 可是就會有人曲解我說 就是覺得說 你計畫這麼多你就永遠走不出去 去了 或者說想那麼多幹嘛 就是走路變數 我有看到 對 可是我就是一一回他們說 其實我覺得 我做計畫不是為了要照表操客 可是我做了計畫 以後 我才知道 對 我才知道我如果發生變化的話 我要怎麼臨場任變 每個人有每個人覺得舒服的方式 但是對你來講 這個是對你來講舒服的方式 要不然你就是會 徹夜難免 對 無法睡覺的人 我差點被側撞 那個 就有人在下面就是流說 就是 你自己在拿東西 對 然後就說 請不要把主部環島綜藝化 但我覺得 我也沒有綜藝化 這也不是我stay好的 就是 我覺得就是有些人會 我只是寫實化 就是我把問題 班上個頁給你們看 而且是我當下的感受 他們其實沒有 如果沒有在線上的話 很難綜合的看到說 現場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對 對 就這樣走起來 包括Joyce 他可能在網路上 有告訴大家 不要投拍 不要再沒有經過 農業的狀況下 把就是徒步環島者的 詳細的地點 在馬上的當下 去PO出來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有一些原因的 所以我撿到身份證 沒有撿到錢 現在心情怎麼樣 心情不太好 好